昨天巴巴拉摩根终于完成了22年度的复苑 长期飞机进入地球毁炒之后 对巴巴拉摩根和基础的伙伴来说 这堂课正式开始了 作为一位曾经的教师 摩根吸引了美国民众及媒体的高度观众 在摩根NTT教书的爱达河州 教科学教授领和会专门从全州交选了18名学生 准备和摩根进行天体之间的师生对话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人物在线的全部内容 在今天的话题相对论中 我们要谈到的是爱琴J8 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的一个话题 一位身患脑流的女孩得到了瑞幸网友的帮助 这些网友曾经两侧上街 目悬最终目标的15万元的赏 当时组织方和身患脑流的女孩小圈 达成了一个作用提议 就说离指教小圈剩下的前面 将短捐给甲更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小圈在手术成功之后 却在日行带走了十万元上款娱乐 消失在众人的事情之中 那么这个小圈的做法 在网上立刻掩打了不少人的非议 那有人就担忧了 说小圈的事件之后 还有多少人愿意被停水 真的吗